妳要幹嘛 文芊姊 妳不要這樣 文芊姊 她的臀部 她的臀部非常有彈力 黑人說妳的身材超好的 柴淺夫人 她跟雷根兩個人 這段我覺得夠了 我問妳找謝 什麼叫找謝 妳說她沒有到那個地方 那妳會怎樣 妳怎麼讓主持人那麼害羞 我就說再等一下 她的臀部 再一次 打妳 打妳 當時 妳能不能及到 走前 妳有什麼 妳是 粵具會願意要莉鴻來參加嗎 那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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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第一季有她 沒有 她如果 她 我覺得她 她不是 妳很煩欸 你是時尚 時尚 最時尚 來 左邊 誰誰誰 不好意思 如果你們要問有關 汪啊 王啊 什麼這類的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跟大家道個歉 這些事情我都真的不便多回應 所以如果你們是要問的話 不用在迂迴的用別的方式問我 我真的不會回答 就沒話 話問了是不是 如果有第二季會願意邀麗虹來參加嗎 還是第一季有她 沒有 她 她如果 她 我覺得她 她不是 妳很煩欸 妳這 我第二季已經有人選了 我想要第一集發周杰倫 然後第二集看可不可以說 都用大一起來上 因為周杰倫倫現在 應該是目前 對 就是 就是 比較 都可以 對 希望她可以好好保持下去 觀眾都說妳神預言 然後就從以前到現在都是神預言 妳自己怎麼看觀眾這樣說吧 我覺得 我自己也蠻嚇到的欸 因為我當時講的時候真的只是開玩笑而已 然後既然就真的還發生什麼事 我也就是有一點害怕 所以我朋友都說 小S拜託妳要講話請妳講好話 不要講壞話 因為他們怕我講壞話就很容易成真 講真的我根本就不記得有路過那一集 因為康熙寫實在是太久遠了 然後我也是看到網友剪出來 然後 我真的不記得那個紙上面寫誰欸 我真的不記得 其實有第二集會想要要那個禁令嗎 妳去問問看啊 嗯 看到要不要上啊 講真的我真的沒有在follow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人家follow的事太多了 我女兒放學不愛我還要關心她 是不是心情不好 為什麼今天臉色有點差什麼之類的 就是 我真的很不愛追 就是 這是 這是所謂的八卦嗎 因為我覺得這是別人的家務事 我何須要這麼 就是窮追猛打 然後只是為了要跟別人交生 跟別人交生 捨跟 就是我覺得 我沒有在follow 所以就是 沒在管欸 可是當然是 希望大家都好啦 對 手機要那個 佼佼 什麼東西 有到回主 對 謝謝 謝謝你 訪問她 我覺得就是有一種 就是因為她畢竟主持功力很好嘛 所以跟她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很過癮 然後又可以故意鬧她 就說欸我們以前曾經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跟你老婆有沒有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 就有被我弄得有點快要搞瘋了 就是我很喜歡看那個那種場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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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